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颗显卡是R93702G的显存 在之前的视频中给大家分享过 现在我已经把它卖了,今天下午发走 我是4月1号换的显卡 在这块显卡之前是影驰的GTX1066 卖了1850,在之前分享过 一买一卖,买了这块显卡 这块显卡是非常新的 卖家跟我说是95新 我收到卡之后,发现里面也确实很新 而且这块显卡的做工很棒 其实还有点舍不得 用了两个月,发现有一些适合我 有一些不太适合我 我现在又买了一块新显卡 已经装到机箱里了 是RX560 4G的显存 那个等我用一段时间再和大家分享 这个视频主要和大家分享 这块显卡的我用下来这两个月的经验 其实,除了这块显卡之外 像AMD家的HD7850 这种GCN1架构的显卡 大家都可以参考 它们的性能都是差不多的 下面正式开始 首先,先说一下大家都关心的游戏性能 我买这块卡 不是用它来玩游戏的 要是玩游戏的话 我不会卖掉GTX1066 这块R9370 2G显卡 它的3D游戏性能和GTX750Ti差不多 价格也差不多 我没怎么玩游戏 测试了一下极品飞车21 还有GTA5 都可以玩,都可以运行 像这类的3A大作 只狼也可以玩 目前的那些新游戏也可以玩 只不过只能用720P的分辨率 在低特效下30帧U2 另外还有忍受狂躁的风扇噪音 即便是主题医院 这种看似不怎么耗 响卡性能的小游戏 这块响卡的风扇也会狂拽 帧率也不稳定 不能稳60帧 如龙0也是 像这种3A游戏 还是老老实实的用 GTX1066这个级别 以及以上的响卡玩比较合适 或者弄个PS4游戏机玩更舒服 网上有很多关于这块响卡 或者这种同等级的 响卡的游戏跑分对比 有很多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说说我玩游戏的感受 玩游戏不仅要考虑分辨率 画质 帧率 噪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 所以R9370这块卡 玩一些3A大作 只能用低分辨率玩 而且是低特效 低帧率 而且还会高噪音 所以我不会选择用它来玩3A游戏 所以这块显卡的3D性能 我不会太在意 我重点说一下它非游戏的性能 看一下它的解码和编码能力 首先说一下它最大支持的分辨率 它有一个DP口 还有一个HDMI口 还有两个DBI 它的DP口是1.2版本的 HDMI是1.4版本的 我亲自测了一下 它的DP是支持4K60帧的 而且支持10比特显示 我开始用的是DP1.2的线 后来又换了一个DP1.4的线 都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它不支持HDR 因为显卡它不支持 到了560或者是RX460 那个级别的显卡才支持HDR 这块卡的HDMI接口 它最大只能支持到4K30帧 要想60帧得用DP口 再说一下它的视频解码和编码能力 R9370这块卡它支持1080P分辨率的HDR64解码和编码 我们一般看的是1080PHDR64的电影 可以调用这块显卡自带的解码器 可以节省CPU资源 另外这个显卡看电影可以补针 通过安装一个蓝天补针插件 可以把24帧或者25帧的电影自动补针到60帧 这一点很实用 效果很好 不论是看电影还是看动漫 都有一种玩游戏的感觉 很平滑很流畅很舒服 对于4K分辨率的视频 它是不支持硬件解码的 4K视频只能靠CPU来解码 另外它与HR65这种编码无缘 HR65 HEVC的编码的视频 这块卡也不支持 也需要CPU来解码 对于4K HDR电影 它也无缘 由于这块显卡 最大只能支持DP1.2版本 从DP1.4版本开始 才支持4K HDR 我测试过4K H265 蓝光语言视频 这种视频一般都带HDR 这种电影文件的容量 一般是50到100G 看这种视频 这块显卡的解码器是帮不上忙的 全程得靠CPU来解码 我的台式机电脑CPU是E3V2 它也是很老的 相当于是2012年的老爱妻 像这种4K H265的蓝光电影 播放时要占CPU80%左右 但是播起来不卡 在看电影的时候 显卡也不能让它闲着 用显卡的3D性能来补针 4K 24帧的电影 补针到60帧 显卡占用率70%左右 总结一下 用这块R9370 播放4K H265蓝光圆满绿的视频 CPU用来软解 GPU 显卡用来补针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播放电影的时候 CPU的风扇 显卡风扇都在用力工作 简直就像合玩游戏一样 风噪也很感人 不过还好 能用也能看 看这种4K H265蓝光HDR电影的时候 它的亮度是问题 具体怎么调亮度 在之前的视频中分享过 说完它的解码性能 再说一下它的编码性能 我用的是最新的Adobe PR测试的 对于普通的1080p的视频 单轨道的剪辑 这块显卡还是很流畅的 2021年的4月 在我刚拿到这块显卡的时候 这块显卡的驱动还不支持PR PR导出只能用软件编码 即便是单轨道的1080p视频 软件导出要花费很长时间 当时我还用过第三方的硬件导出插件 可以实现硬件编码导出 不过这种方式也不如PR原生的完美 R9370是块老显卡了 我开始以为老版本的PR 是不是可以实现硬件加速呢 后来我尝试了几个PR的老版本 结果都是徒劳 老老实实的用新版PR加第三方插件 导出视频 在2021年的5月份 AMD发布了一版新驱动 改善了很多 PR终于支持这块R9370的硬件编码和解码了 不仅可以开启水音加速 还可以使用硬件编码导出 对于OBS直播软件的录屏也好很多 也可以使用硬件编码 看来是驱动的问题 我们继续说PR 经过我的测试 我关闭了PR里面的显卡解码 只用显卡来编码 让CPU来解码 这样感觉稳定性更好一些 看来这块显卡能力还是不是很足 可能是这块显卡太老 编码解码的能力不是很完善 这块卡最大只能支持到1080P的H264编码 如果轨道图层多几个 哪怕是多几个图片层也会容易爆错 普通的1080P视频 当轨道加一些文字还是没问题的 导出速度比软件快多了 再导出时 显卡基本上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的占用 总结一下 这种级别的显卡市面上有很多 价格都在300元左右 貌似货源很充足 一般办公应用还是没问题的 在矿难来临之前 选择一块这个级别的卡 除了750Ti之外 AMD GCN1架构的老卡也不错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午我要把这块卡邮寄出去了 录个视频做个纪念